那么持续我们来看到的是 产险和受险工会 采用的是金管会建议 以数位健康的证明取代诊疗书 而对保护会有一些影响吗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欠函 就来看一下 这个也算是另类的小黄卡 因为现在这个数位的健康证明 大家在线上就可以来做申请了 因为就怕民众 为了要请领防疫险的理赔金 而跑到医院去要求医生 开诊断证明 这个会影响到前线的医疗量能 所以金管会提出了用新版 也就是昨天才刚刚改版成功的 数位健康证明来取代医生的诊断书 昨天中午的时候 受险工会率先表态了 同意用数位健康证明 作为诊断证明书 那在下午的时候 昨天下午 产险工会也让步 未来不再受限于书面的诊断书 但是针对这个卡 其实受险跟产险工会 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都有做让步 但是以产险工会 就是防疫险的这个部分来说 他并没有强制的要求 产险公司一致的要来配合 主要是因为业者 现在还担心 数位的会有 会有相关的道德风险 那保险局也陆陆续续 对外说明 也希望能够排除四大疑虑 包含就在于这个数位的健康证明 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要改版 就是因为他上面没有身份证字号 那现在的话改版之后 他就有新增了身份证 第二个部分 在数位证明开立的过程当中 医生就已经有就医判断 才会只是说要来做PCR或者是快塞 那第三个部分在于数位证明 没有用药的明细 所以建议业者可以先受理 然后再请保护授权保险公司 进一步的来做查证病例资料等等 还有上面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 就是让保险业者 他可以去扫描 来判读这个数位证明 他是OK的 还是是未造的 那目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旺旺有联 国泰 还有南山产险 已经表态了 说都可以受理这个数位证明 来替代诊断书 其他的业者目前还在观望 那产险公会未来也打算 再订定更详细的一些理赔指引 让大家可以照着这个SOP来做 金管会也不断的喊话 要保险业者采用数位证明 以维护产业的形象 还有信誉 第二个也要提醒大家 防疫险 其实你在两年内都可以来申请理赔的 只要你符合相关的程序 提醒民众 其实不用急着一时来去申请相关的证明 而另外对于居家照护的部分 保险局长施崇华 他就有特别强调 目前的话 如果你是居家照护 然后有开立相关的处方签 医师有用药 以及一些医疗行为的话 目前才会理赔 但现在就有一些声音了 如果民众是因为排不上市区医疗 又或者服用清冠一号 那这样到底是算用药还是不算呢 这些争议的话 未来还有待明定相关的内容 所以请大家再等等保险局预计 接下来还会再跟产险跟受险 陆陆续去开会 来研拟相关更明定的内容 好 感谢小币 我们持续来锁定的是 根据中央流行情指挥中心 之前有预估 今天职员人数会突破十万例 但是今天的疫情 人人是单日五万多例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推估这个数字 无法每天都很准确 目前的疫情 看来没有暴冲的样子 所以没有一下子要把社会的管制加延 这个都是根据一个数学模型的一个推估 那以前都有高低的一个推估在 没有办法每一天都非常的准确 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因所形成 也有检验的量人 那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限制 那总是会在一个范围之内 那我们照这样的范围 按部就班的去处理 行政上面我们已经没有分级了 在那时候Omicron之后 我就跟大家确定 不再以这样分级来做社会的管制 那第二个这个建议 当然除了这行政上的用 以外就是说 是不是现在要加强一些的管理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在看疫情 目前来讲并没有这种要暴冲的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也观察到一些 人民自主的一些行为 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公威的效果 那口罩也带来不错 那疫苗虽然进展不快 但每天也大概有 6万到10万人这样的一个速度 持续在打 那对于整体的防御 应该都是还是目前来讲 不用太过于紧张 之前指挥中心有表示 7月中下旬有机会把新冠肺炎 从目前的第五类法定传染病 调降为第四级 但是在野党就炮轰说 是不是满脑子只想选举 前任中今天回应 未来这几个月 一样会尽力的控制疫情 被问到台北市长可能的对手 黄珊珊跟蒋万安都确诊 他表示祝他们早日康复 没有所谓的落跑的讲法了 我们就做一件这样的一个指挥官 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做 两年来都是这样子 未来这几个月也是这样子 把事情做好 把疫情控制住 才是我们在想的 其实大家在想什么 或在影射什么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 我们就是大家好好的做 好 台湾的疫情变得很严重 那么罗友是指出 说大家不要被议题带着走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动不动要跟国外比 他认为我们要想想的是 台湾的医人量能 到底还够不够 我们的快筛事迹 能跟韩国比吗 而他表示说 陈成中的逻辑 让人摸不着头绪 我们就要来听听 《时日评论》罗友志的分析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记得在YT大新闻大爆挂 可以看到完整版 那问题是 为什么你现在才在升 你到底说 我们要跟国外一样一样什么 再来是人口比也不一样 其实上面的哪一个人口比我们少 这个只有澳洲 其他人口比例都比我们高 那我们为什么这时候 要动不动拿别国比 然后再来 我们现在的医疗量能 我们的准备空间 我们有办法跟别国比吗 就是大家不要被议题带着走 他既然讲这个 那我就要反问 我们的快筛能够跟韩国比吗 韩国的快筛车来速 这种已经在一年多前就有了 你现在还在跌跌撞撞 人家所有的各个州各个省 早就已经有自己自购快筛的能力了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政府 都还没有办法自己买快筛 然后还被攻击 对 就算做开口合约 你跟人家厂商买了 中间就被人家拦货 谁拦货 陈时中拦货 你拿什么跟这些国家来比 你动不动只会用一个 对你有利的议题 然后来主导风向 我们来关注这个 其他不要看 其他都不用看了 我们就死了 这些其他的地方啊 现在不是降不降 升不升的问题 我知道一定都会升 以前的经验 人家早就给我们看过了 而且你好意思讲 别国降我们升 人家已经考过试了 那个考卷都已经交出 去开放不可给你看答案 你这句话不就是这么讲了吗 如果您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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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剧场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